第113回 丁凤定计斩孙参 将为斗阵破邓爱 却说将为恐旧兵道 先将军弃车障 义英军须步兵先退 然后将马军断后 细作报之邓爱 爱笑曰 将为之大将军兵道 故先退去 不必追之 追责众笔之计也 乃令人少叹 回报果然落骨道侠之处 堆积柴草 准备要烧追兵 众皆称爱曰 将军真神算也 遂前使机表奏文 于是司马昭大喜 又加上邓爱 却说东吴大将军孙参 听之全端唐资等降味 勃然大怒 将个人家眷 进阶斩之 乌主孙亮 十年方十六 剑臣杀戮太过 心甚不燃 一日出西院 因时生梅 令皇门取密 须云取之 见密内有数分数块 招藏笠择之 藏笠叩首曰 臣封闭慎言 安有数分 亮曰 皇门曾向尔求密时否 藏笠曰 皇门于数日前曾求密时 晨时不敢语 亮指皇门曰 此必辱怒藏笠不予尔密 故致奋于密中 以献之也 皇门不服 亮曰 此事一只耳 若奋久在密中 则内外皆失 若心在密中 则外失内造 命剖世之 果然内造 皇门服罪 亮知聪明 大地如此 虽然聪明 却被孙称把持 不能主张 称令帝威远将军孙聚 入苍龙宿位 五位将军孙恩 偏将军孙干 长水孝位孙凯 分屯诸营 一日 吴主孙亮闷坐 皇门侍郎全计在侧 计乃国就也 亮音气告曰 孙称专群妄杀 欺振太甚 今不图治 必为后患 计曰 笔下但有用臣处 臣万死不辞 亮曰 秦可至今点起进兵 与将军刘成各把城门 朕自出杀孙称 但此事 切不可令清母之志 清母乃称之子也 倘若泄露 勿震飞青 祭替秦 其陛下草双与臣 临行事之时 臣将召示众 是臣手下人 皆不敢妄动 量从之 即写密赵妇记 既受赵归家 密告其父全上 上之此事 乃告七月 三日内杀孙称已 七月 杀之士也 口虽硬之 却司令人 持书报之孙称 称大怒 当夜便换 弟兄四人 点起精兵 先为大内 一面将权上流程 并其家小 拒拿下 笔记平名 吴主孙亮 听得宫门外 筋骨大振 内侍荒入奏曰 孙称引兵 围了内院 亮大怒 至权后骂曰 辱父兄 误我大事宜 乃拔剑欲出 权后与世中进尘 皆牵其依而哭 不放亮出 孙称先将权上流程等杀器 然后召文武于朝内 下令约 诸上荒淫酒病 昏乱无道 不可以奉宗庙 尽当废之 辱诸文武 敢有不从者 以谋叛论 众皆畏惧 应约 愿从将军之令 尚书还宜大怒 从班部中 挺然而出 至孙称大骂曰 今上乃聪明之主 如何敢出此乱言 无宁死 不从贼臣之命 臣大怒 自拔剑斩之 急入内之 无主孙量骂曰曰 无道昏君 本当诸鹿已谢天下 看先帝之面 废辱为快鸡王 无自旋 有得者立之 赤中书郎 李重夺其喜寿 令邓成收之 亮大哭而去 后人有诗探曰 乱贼乌衣引 奸臣冒霍光 可怜聪明主 不得立朝堂 孙称前宗正孙凯 中书郎董昭 王虎林 迎请狼牙王 孙修为君 修自自裂 乃孙权第六子也 在虎林夜梦 成龙上天 回顾不见龙尾 诗经而绝 此日孙凯董昭智 拜请回都 行至屈鹅 有一老人 自称性甘名修 叩头言曰 使酒必变 愿殿下肃行 修谢之 行至不色亭 孙恩将车架来迎 修不敢成年 乃坐小车而入 百官拜迎道旁 修荒芒下车打礼 孙称出令福起 请入大殿 生玉座 及天子位 修再三千让 方寿玉玺 文官武将朝贺一臂 打赦天下 改元 永安元年 封孙称为丞相 京周牧 多官各有封赏 又封兄之子孙昊 为乌城侯 孙称一门武侯 皆典进兵 全清人主 吴主孙秀恐其内变 杨氏恩宠 内食防之 称 骄横欲慎 东十二月 称奉牛九入宫上寿 吴主孙秀不寿 称怒 乃以牛九义 左将军张布府中供饮 九憨 乃魏不曰 吴处废快机王时 人皆劝吴为君 吴为今上贤 故立之 今我上寿而见据 是将我等心相待 吴早晚叫你看 不闻言 唯唯而已 此日 不入宫密奏孙修 修大聚 日夜不安 数日后 孙称遣中书郎梦宗 波宇中营所管精兵 一万五千 出臀武昌 又尽将武库内军契雨 于是将军魏淼 吴武士师朔二人 密奏孙修曰 臣调兵在外 又搬进武库内军契 早晚必为便意 修大经 急诏张布计议 布奏曰 老将丁凤 智略过人 能断大事 可予易之 修乃赵凤入内 密告其事 凤奏曰 陛下无忧 臣有一计 为国除害 修问何计 凤曰 来朝腊日 支推大会群臣 照臣复习 臣自有调遣 修大喜 凤同魏淼 师朔 掌外事 张布为内应 事业 狂风大坐 飞沙走时 将老树连根拔起 天明封定 使者奉旨来请孙琛 入宫赴会 孙琛方起床 平地如人推倒 心中不悦 时者时余人 簇拥入内 家人止之曰 一夜狂风不息 今早又无故惊倒 恐非吉兆 不可复会 臣曰 吴弟兄 供点进兵 水赶进身 糖油变动 于府中放火为号 主气 升车入内 吴主孙修 盲下御座迎之 请臣高坐 九行数寻 众经约 宫外望有活起 臣便欲起身 修旨直约 丞相吻变 外兵自多 何足拒哉 言未必 左将军张布拔剑在手 引武士三十余人 抢上殿来 口中吏声而言曰 有诏 秦反贼孙称 臣急欲奏时 早被武士擒下 臣叩头奏曰 愿喜交州 归田里 修施约 而何不喜唐印 吕炬 王敦也 命推下斩之 于是张布迁孙称 下殿东 斩气 从者皆不敢动 布宣赵约 罪在孙称一人 于皆不问 众心乃安 布请孙修 生五凤楼 丁凤卫淼 诗朔等 秦孙称兄弟制 修 命 尽战于世 宗党死者数百人 灭其三族 命军事掘开孙俊坟墓 录其尸首 将被害诸葛克 藤印 吕炬 王敦等家 重建坟墓 以表其中 其千类流远者 皆设还相礼 丁凤等 重家封赏 池叔抱入成都 后主刘善 前使回贺 吴使薛许达理 许自蜀中归 吴主孙修 问蜀中近日 作何举动 许奏曰 今日中常是皇后用事 宫庆夺阿妇之 荆棋朝 不闻直言 荆棋也 民有菜色 所谓 燕去楚塘 不知大厦之江坟 者也 修探月 若诸葛武侯在时 何致如此户 修探月 于是又写国书 叫人击入成都 说司马昭 不日篡位 必将亲吴蜀以示威 彼此各已准备 江维听得此信 欣然上表 再亦出师乏位 实属汉 竟要元年东 大将军江维 以廖化张义为先锋 王涵蒋兵为左军 蒋书傅迁为右军 胡继为和后 唯与夏侯霸 宗中军 共骑蜀兵二十万 拜辞后主 进到汉中 与夏侯霸商议 当先攻去河地 霸曰 齐山乃用武之地 可以进兵 故丞相昔日六出齐山 因他处不可出也 唯从齐言 遂令三军并望齐山进发 至谷口下寨 时邓爱正在齐山寨中 整点拢右之兵 忽流星马报道 说蜀兵陷下三寨于谷口 爱听之 遂登高看了 回寨生账 大喜悦 不出无之所料也 原来邓爱先夺了地脉 故留蜀兵下寨之地 地中自齐山寨直至蜀寨 早挖了地道 待蜀兵制时 于中取士 此时将为至谷口 分作三寨 地道正在左寨之中 乃王涵蒋兵下寨之处 邓爱换自邓中 于师转各引一万兵 为左右冲击 却换副将正伦 引五百厥子军 于当夜二更 竟从地道直至左营 于战后地下拥出 却说王涵蒋兵因立债未定 恐卫兵来结债 不敢结甲而寝 忽闻中军大乱 急超兵器上得马时 在外邓中引兵杀到 内外加工 王蒋二将奋死抵敌不住 弃债而走 将为在帐中听得左债中大喊 料到有内应外合之兵 遂急上马 立于中军帐前传令约 如有望动者斩 便有敌兵到营兵 休要问他 只管以弓箭射之 一面船是右营 亦不许望动 果然卫兵十余次冲击 皆被射回 只冲杀到天明 卫兵不敢杀入 等爱收兵回债 乃探约 将为深得孔明之法 并在意而不经 将闻变而不乱 朕将才也 此日 王涵将兵收据败兵 服于大寨前请罪 违约 非如等之罪 乃无不明地脉之故也 又搏军马 令二将安迎弃 却将伤死身师 填于地道之中 遗图掩之 令人下战书 但诺邓爱来日交锋 爱欣然应之 此日 两军列于祁山之前 唯按五侯八阵之法 依天地风云 鸟蛇龙虎之行 分不已定 等爱出马 见为不成八卦 乃亦不知 左右前后 门户一般 唯持枪纵马 大叫曰 如孝无牌八阵 亦能辩阵否 爱孝曰 如到此阵 只辱能不也 无忌讳不阵 岂不知辩阵 爱便乐马入阵 令执法官把其左右招展 便成八八六十四个门户 复出阵前约 无变化若和 唯约 虽然不差 如敢与吴八阵相围吗 爱约 有何不敢 两军各依队伍而进 爱在中军调遣 两军冲突 阵法不曾错动 将围到中间 把其一招 忽然变成长蛇卷地阵 将邓爱困在该心 四面喊声大阵 爱不知其阵 心中大惊 蜀兵渐渐逼近 爱因众将冲突不出 只听得蜀兵齐叫曰 邓爱早降 哀阳天长叹曰 我一时自成其能 众将为之技艺 忽然西北脚上 一镖军杀入 爱见是卫兵 遂成事杀出 就邓爱者 乃司马望也 笔集救出邓爱时 骑山九寨皆被蜀兵所夺 爱因败兵退于渭水南下寨 爱为望月 拱何以知此阵法而救出我也 望月 吴又年游学于京南 曾与崔周平 识广源为友 讲论此阵 今日将为所辩者 乃长蛇卷地阵也 若他处机制 必不可破 无见其头在西北 故从西北机制 自破矣 爱谢曰 我虽学的阵法 实不知变法 功继之此法 来日以此法复夺骑山 债诈如何 望月 我之所学 孔瞒不过将为 爱月 来日功在阵上 与他斗阵法 我却引一军 暗袭骑山之后 两下混战 可夺旧债也 于是令正伦为先锋 爱自引军 袭山后 一面令人下战书 诺将为来日 斗阵法 唯批回去弃 乃为众将曰 无受五侯所传密书 此阵便法 共三百六十五样 按周天之术 今诺无斗阵法 乃班门弄福尔 但中间必有诈谋 功等知之乎 廖华曰 此必转我斗阵法 却引一军 洗我后也 唯笑曰 整合我意 即令张义廖华 因一万兵 去山后埋伏 此日 将为进把九寨之兵 分布于齐山之前 司马望引兵 离了魏南 尽到齐山之前 出马于将为达化 为曰 如请无斗阵法 如先不语无看 望不成了八卦 为笑曰 此即无所不 八阵之法也 如今道习 何足为奇 望曰 如意 其他人之法尔 唯曰 此阵 凡有几变 望笑曰 无计能步 岂不会变 此阵有九九八十一变 唯笑曰 如是变来 望入阵变了数番 复出阵曰 如时无便否 唯笑曰 无阵法案周天三百六十五变 如乃景帝之蛙 安之玄傲乎 望自知有此变法 时不曾学权 乃勉强者便曰 无不信 如是变来 唯曰 如叫邓爱出来 无当不与他看 望曰 邓将军自有良谋 不耗阵法 唯大笑曰 有何良谋 不过叫汝 钻无再次布阵 他却引兵 惜无山后尔 望大惊 恰欲进兵混战 被围以鞭烧一支 两亿兵先出 杀得那卫兵 弃甲抛割 各逃性命 却说邓爱催都 先锋正伦 来袭山后 伦刚转过山脚 忽然一声 炮响 鼓角喧天 伏兵杀出 为首大将 乃料化也 二人未及答话 两马交处 被料化一刀 战正伦于马下 等爱大惊 及乐兵回时 张义引义军杀到 两下加工 卫兵大败 爱舍命突出 身背四剑 奔到魏南寨时 司马望一道 二人商议退兵之策 望约 近日蜀主刘善 宠幸中贵皇号 日夜以酒色为乐 可用反剑计 召回江维 此为可解 爱问众谋士曰 谁可入蜀 交通皇号 言未必 一人应声曰 某愿望 爱是之 乃襄阳党军也 爱大喜 即令党军机金珠宝物 竟到成都 接连皇号 不散流言 说将为愿望天子 不就投位 于是成都人人 所说皆同 皇号奏至后主 即遣人兴夜 宣将为入朝 却说将为连日诺战 等爱坚守不出 为心中甚疑 忽使命志 找为入朝 为不知何事 只得班师回朝 邓爱司马望之将为中计 遂把魏南之兵 随后掩杀 正是 越一伐其遭建阻 越非破敌 被缠回 为之胜负如何 且看下文分解 天兵负